下降一家人围炉来一锅土拖鱼头汤可是一大享受 不过澎湖今年土拖鱼捕捞数量少 造成了价格上扬 渔民表示现在正是买鱼的最好时机 如果等到快过年时再买 这价格一定会更高 沙茶高汤倒入锅中和土拖鱼一起熬煮 一家人来到餐馆 点一锅用料丰富的土拖鱼头锅 这经典围炉菜一吃让人停不下来 好吃 很鲜甜 不过今年土拖鱼捕捞数量少 价格上扬 想要以实惠的价格大旦土拖鱼 恐怕得赶在年关前 比较多 比较少 现在冬天来土拖鱼 比较少 比较少 就渔民出海了十几次 就是捕不到土拖鱼 原本澎湖进入冬季一波波的冷气团 封面寒流 接续来袭 应当是土拖鱼随着南下的季节 但今年量就是比较少 可以看到市场上一围一围土拖鱼被贴上标签准备竞标 借澎湖综合报道